這項総選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結束了 你會假白 你開始你選假白了嗎 我贏了 我不贏了 你贏了 你贏了 我贏了 選頂総選了 我贏了 我說你聽說很簡單嘛 選頂総選是說他要捍衛民主的選項 選頂総選就沒有人聽他 我都一直在聽他 聽不起來我就沒辦法 民進黨的同志也沒有人要聽他 有啦 選頂総選 我先說這項結束了 我們待會兒來看看 他說要捍衛民主的選項 什麼叫民主的選項 可以連選做市場 234立沒有你來議會比順 這就是民主的選項 因為民主的選項就是這樣 當時很多人都高興 包括民進黨的歌唱中央 不要這樣 你就選到議會 你說什麼人有問題 議會都做57個議員 每一個人都是市民投票給他出來 你竟然沒有要去議會給我們問就對了 要到沒辦法 要到天高烈 要到三萬人感染就天高烈 死一百十二的人之後 感染他要跟你調問的時候 你比較進來 這樣就 230幾天 你想想看看 台南市為了這樣讓網頂死一百十二的人 這個是他所有的民主的隔壁 你想要選民主的隔壁 你贏的時候 你沒有要插別人就都不是民主的隔壁 你的民主的隔壁是你自己在定義的 所以沒關係我有怎麼繼續再跟你撐著 看閃的過 閃的過 閃的過 想說台南出一個總統比較壞 以前出一個阿兵的 現在出一個清潔 我是怎麼說結束了 你主委來看 丹水兵的隔壁就支持 阿兵是隔壁的支持 聽到 割營文 有人出來在悄悄說 不然大家來割滷牌的時候 阿兵會說什麼 政治不是素學 政治是化學 不是一家一頂一理 政治是化學 不是素學 你不懂得再記著 十天前的事情而已 意思 搶到隔壁起來 不比較好 就要讓清潔它選 所以政治是化學 不是素學 因為什麼 清潔它說要給我撐著 所以我去跟他們告就是這樣 清潔隔壁選了 清潔隔壁就說 丹水兵白隔壁 輔酸優功 要給它撐著 來 現在阿兵會就說了 政治是化學 不是素學 現在政策說什麼 我想割營文 我想可能 可能 有叫人跟阿兵說 所以現在阿兵 這句話是明確 我說這件已經結束了 是對阿兵會拿出來的 他的預言 我們來做民調 割暖批 協助是暖批批 表示什麼 表示要批 本來阿兵是主黨不用批 所以重點是批 主黨不用批 暖清潔要把它割營下來 給清潔隔壁就算了 現在變成要批了 要批了這黨已經算了 阿兵的已經扣了 阿兵的不再停清潔了 所以這邊有到這裡買單了 不然我還會繼續進去 看能夠扭轉乾坤 你還是很想炸雞排 當然 變化也要 因為我說6千塊 你們看 網路 韓國爐4萬塊 剛才我跟阿兵說的 割營文也還有3萬塊 但你都沒說到完成了 他也有3千塊 對不對 3千多 3千塊 那他馬上就去查一下 3千塊 所以為什麼才會去一個行政議長 去挑戰一個總統的時候 現任的總統 就是拚請他來做行政議長 全黨沒有一個在停議 沒有人停議 你要選的時候 出書表黏了 就要一頓人含我來 對割營文做了 哪裡不是 哪裡不對 你讓民進黨留宿多少選票 今天民進黨如果沒有換人 可能民進黨政權的挖蓋 沒有人出來說 沒有一個出來說 你說這樣 你是要選什麼 你這樣 你拗爺了 所以我說你選嫁就是 你要丹割營 丹人幫你叫來配 結果叫什麼人地角 好 丹文燦 丹文燦雖地角就 我才會這樣 所以在12天前丹文燦說什麼 沒有 不一定要割營 丹文燦說不一定要割營 當然他的意思不是來割營 可以割營 你都聽不懂 不一定要割營 因為丹文燦雖地角 因為丹文燦雖地角跟林家龍 他們是在拚 離空離巿 接班隊隊的第一位 所以整隊沒有一個在提提提 不然我好朋友 所以說 龍家你等忙去聽 還有他的朋友說 龍家你千萬忙聽清楚 你聽清楚他就倒了 你如果聽清楚他就倒了 你也是浮龍王信格 我說如果聽他就倒了 所以我們看說 為什麼看這張來行的看報告 看他們的計較的過程中 其實丹人是很關鍵 因為丹文想要嚮重求勝 這局三家都如果是一個 嚮重求勝 他最需要是獨牌的力量 再來就是一兵一國家 要做他的基本盤 過去這對稱帝 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當這兩國力量 被割總統收起來 稱帝就斬盤了 所以慢慢未來的一禮拜 未來的一禮拜 幾十天就對了 在他們要不要開始標關以前 蔡英文他不會去改變 総選的辦法 不會改 不用改 因為他會贏了 最后他贏 你們未來一禮拜可以看到 那會辯論嗎 有變不變 因為你們未來可以看到的民調 開始割英文贏 一趴 兩趴 三趴 到最後欠勝 若勝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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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但是未來未來 未來七日 七日 十日 你們開始會看到 割英文已經贏了幾千個民調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一直走出來 吃不到你的雞排 會吃到沈大佬的雞排 這次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不過這好應該前半段 都滿同意龍介的分析吧 沒有 他說現在蔡英文贏賴清德 我要解釋一下 4月12號 12號是協調截止日 按照目前的初選期程是比較冷 比往年 我參與過2011年 就2012年的那個 蔡蘇的初選 我那時候在初選辦公室 那時候是拉長到 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這一次 有一些因素就是比較趕 4月12號如果協調不成 就會進入到所謂的 就開始討論 到底要政見會還是辯論會 也就是12號不成之後 13 14號 這兩天就要去討論說 你到底要政見會 還是辯論會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討論 如果協調不成 第二個要討論是 4月15號到17號 要不要民調 要民調的時候 要採取對比還是互比 這個到時候協調小組 都還是必經之路 所以你是現在告訴我們說 4月10號的中職會 不會對初選的時程有所變動 因為我不是中常職會 所以我不知道當天會怎麼討論 但是依照我的經驗 他當天一定會虛衡整體情勢 當然也包括韓國瑜還在訪美 請記錄